所有和尚可能都不会想到 就在三年前 四里居然相继收到了七只小老虎 他们的名字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各自的特点 苍天 黑云 闪电 彩虹 阳光 还有另外俩兄弟 鲍鱼和惊雷 这些老虎始终保持着他们的野性本能 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照顾 便给他们喂食的和尚们的气味 佛教主张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们都要和谐共处 所以和尚们正努力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让不猎者和他们的猎人不敬不安 这种混居生活就如同行走在刀锋边缘 虽然和尚们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远离生肉 可不猎者偶尔也会露出野性 食物的营养会影响老虎的个性 他们的食谱很特别 丝毫闻着血腥味 清炖肉馅外加狗食 老虎们都很喜欢这道美食 吃饱喝足之后 暴雨和惊雷喜欢紧紧旋缩在一起 小老虎们在寺庙内畅行无阻 甚至可以进入和尚们冥想的禅堂 有时当寺庙的住持在讲禅说法时 年纪最小的两只小老虎 暴雨和惊雷就相伴左右 我们被投胎转世为老虎 大象 狗 猫 鸟和其他任何的生命形式 我敢肯定寺庙内的老虎曾是我的老朋友 都是一些无法克制瞠面的僧人 所以才投胎变成了老虎 按照福祖的训诫 僧侣要过清贫的生活 韩春今年23岁 有这些动物在 我从来都不觉得孤单 而且我们都找了好朋友 不管什么时候 我感觉心烦 不安 或者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就和它们一起玩 这些动物在这儿都不用捕猎 它们就是我们的同伴 库巴君曾经是一名拳击手 从我倒地被送进手术室后 我的拳击生涯就算结束了 我过去经常在泰国北部打拳 手术之后我当了和尚 这样我可以学习佛法 而这都是出于对一些高僧的尊敬 和尚们将暴雨和惊雷带到一处峡谷 让它们尽情玩耍 对和尚们来说 打斗就要开始了 而它们喜欢担任裁判 同时研究老虎的打斗战略 在两只老虎受到伤害之前 和尚们及时终止了这场打斗 为了消耗老虎的体力 和尚们将暴雨和惊雷带到了峡谷顶部 老虎们都很喜欢爬山 疲惫不堪的惊雷变得有些不听指挥 结果好几个和尚一起努力 才让这头九十千克中的小老虎握下 给点小奖励 这些东西有助于增强消化能力 如果你完全放开它们 它们可以走得更远 刚开始我很害怕老虎 因为它们总是一点一点地咬我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它们在欢迎我 不过说老实话 有些时候它们咬得也挺疼的 吓死了 这些东西的声音 我们是在这里 找个比较 我们不想乱 你不想乱 我